14歲的我就是很高、很瘦 已經是一個模特兒 真的很有那種感覺 骨架 那時我是青春之星 這本雜誌我就拍了 拍完之後就一直幫他們做模特兒 就開始賺錢了 當然只有姊妹和青春這兩本書 青春就是青春一點 姊妹就是成熟一點 沒有了,很久了,停刊了很久了 那我那時就是自戰青春之星 我自己寄了一些沙龍照片 我還記得我在九龍公園 就給了百多元 還要騙媽媽,儲媽媽給我的利用錢 那就八五元 就在九龍公園的燈柱那裡捱著 然後就拍了,我都燈過出來的 拍來就是想應徵做青春之星 就不告訴媽媽 因為是寄去的 寄去的,那時候沒有手提電話 她就打來家,然後就穿了鍋 媽媽知道罵得不得了 你搞什麼呀?你學人做什麼呀? 開始罵到瘋了 讀書就讀書 但因為我說我真的很想去 她就陪了我去拍 她看見真的正常 我一開始也繼續跟我出工作的 誰知陪陪巧看到真的乖 她不是說我弄弄陣 之後就放了我去做 然後就開始那些聲探 或者廣告商看到我 在書中出現 說挺漂亮呀 接著就接了第一個廣告 现在都很顺利 但是到家里有事的时候 就是要钱了 家里又要供楼 那就大件事了 结果我一天跑了几场 很多job 总之很多job 一天试过拍几个广告 我记得我拍第一个广告是一万多元 但是那年代就很多 而且我是在读书 其实一万多元是吓死我了 把钱都存在 到家里有事 当时真的全部全部给家里 但是不够了 因为你又不是确保 每天有这么多工作 当时就很心急 不停去Casting 一有人打来 就说好啊 你有什么都找我做 还有省钱 不敢买东西 怕不够钱给家里 我一天就吃很多汉堡包 去顶住 结果真的血糖低了 就进了医院了 暈倒了 我还记得我那时是爬一条梯 即那些特铁的梯 爬上去摆姿势 穿高跟鞋 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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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好笑 送去医院 那个年代很流行的 绿色眼睛 那些眼睫毛 很大把 头部设到火龙过 不知什么事 有闪粉 但是我是穿很短褲 你知道长腿 我是感恩被人搬去医院 接着我记得医生 拍我的臉 你记得什么 然后我说 我想吃什么 然后我心里想 为什么这么热 我心里想 我快要死了 原因是以为我是迷幻少女 拍了医院 是的 因为那个药 接着 打我 因为他问我吃了什么药 就是他有说这些 然后 接着 吃了三个好吗 其实很惨 其实真的很惨 因为有大压力 那时候我记得 我有本保仔 这么小的本 那时候记得 一千元赚了 二千五百元 走秀 抽佣给他扣二十个百分比 找他的数据成 咦 供楼要万多元 哎呀 差二千 糟了 那一定要给妈妈 否则他没有钱 哇 天线很可怕 然后又到二千元 怎么扣回来 又在想 妈妈死了死了 让我给工作了 那我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人生就是这样 我每次跌到低处 都会有人打救我 就是有个工作了 真的每个月都搞定 迟早到搞定了一场楼 这段日子 真的不是人人都搞定 其实是 所以 现在 你说我那个 Superwoman的行程 六点三 睡了 六点三是享受一个亲子 不是担忧 就是汉报包的问题 对我来说是睡了 这是一个修成期